強姦工廠出現大批警力 因為不久前這裡曾鬧出人命 畫面中警方帶著三名外籍移工重返案發現場 詳細模擬事發經過 28日下午泰國駐台辦事處報案 一名太籍移工失聯希望警方協詢 獲報後警方巡線找到雇主 才由雇主口中得知失聯移工已經死亡 警察該名太籍男子疑似因病死亡後不知如何處置 該男因預期拘留 遺體稅遭棄至山區 初步勘查遺體無明顯外傷 為詳細史因尚待釐清 警方在晚間7點30分左右 在宜蘭礁溪一處產業道路旁的藍沙坝 發現疑似移工身份遺體 據警方表示 該名太籍移工死亡後 雇主擔心違法雇用預期拘留員工 找來死者配偶和兩名太籍有人協助棄屍 事發後死者配偶因良心譴責 將消息通知死者在泰國家屬案件 才因此曝光 雇主死者配偶以及兩名移工 則依刑法遺棄屍體罪遭移送偵犯